一毛老師關心長照議題非常的長久 你們就這個議題來做一些回應 我可能針對剛剛就是計畫負責人的部分 跟剛剛的這個議題來進行回應 那剛剛其實有關於計畫負責人的這一塊的話 因為過去以來計畫負責人 不管他今天是專任或者是兼任 他其實如果說要是很用心 投入在文件站的時候 其實這個文件站都會被帶得相當好 舉凡他的從行政的作業跟流程 甚至到他的專業來講的話 等於這個計畫負責人他本身是一個頭 不管他今天領的薪資是多少這樣子 但是的確在今年10月份的時候 因為這個議題他被拿出來 就是明確的把他拿出來 就是做了一個討論了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的確也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去思考 未來是不是有更多的方案跟管道可以去走 比如說我現在我雖然是一個募者 但是我現階段我沒有打算要完全的 就是以一個專職的身份投入在文件站的時候 那麼我是不是還是可以繼續以我的兼職的方向去走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很像在醫院的管理體制是一樣的 今天我就很像是那個護理長 那麼我帶了所有的護理師或者是帶了所有的造福員 那我是今天的這個管理者的時候 跟他是一個專任職的時候 那麼我的薪資是不是能夠又能夠去擔任這個 所謂的造福員的工作又能夠去擔任計畫負責人的工作 對 就是完全反映你的工作內容 因為109年以後現在造福員的薪資 他整個到了3萬3以後 肯定他到明年的查核的過程當中 他一定會被檢視所謂的值的部分 也就是今年你今天就是109年以後 你開始領了3萬3以後 那麼結果到了查核的過程當中 你甚至連一份完整的資料夾都無法拿出來的時候 那這件事情的話 就會是開始大家會去檢視所謂的專業的 這樣的一個成分是不是完全在裡面這樣子 對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到底在整個就是在真正資源在進來的時候 的確我剛剛也認同就是從副主委跟裴倫老師所說的 今天外面的整個就是整個組織進來的時候 甚至外來比較強勢的所謂的團體進來的時候 那他可能要經過兩件事情 這是未來我們可以去考量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須要經過部落的一個認同 跟同意說 OK 你可以進來 再來部落你要繼續去跟他討論所謂的扶持策略 如果今天沒有討論扶持策略的話 單一的強勢的團體他就會一直都是在裡面 然後就是開始就是以這樣的一個資源 然後甚至會造成整個資源的競爭 事實上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有所謂的相遠的情節 對 在座就是很不好意思 我必須講到相遠的情節 為什麼講到相遠的情節呢 因為今天外來的資源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完全不用頭腦 我可以就是用外面的資源 包含把五行健康操 任何的所謂的主流的活動 都帶到這個文件站 我照顧服務員我可也不用去想 就是以我們的文化的主體去想很多 這種文化的方案在裡面 但是今天你要去思考 今天只要是外面的資源進來的時候 他只要是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他沒有以一種就是扶持的角度 或者是真正以一個文化為主體的角度 在經營這個文件站的時候 那到最後他會被撞擊成什麼樣子 對 撞擊成真的就是我們真的會沒有辦法去 去落實整合的這件事 目前的早上他還是在照顧老人家 到了下午的時候老人家他要回去 他要做很多的農耕跟他的生計 甚至他要維持他的經濟的時候 那麼下午的時候他就應該要把剛剛 理事長所講的這個所謂的整合的概念帶進來 所以開始長照2.0的賦能 他是勢必一定要整合進來的 對 這個是未來可能我們在109年以後 一個文件站他要長成一個怎麼樣的整合模式 就是這是未來我們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